小女童就诊 嚎啕大哭 儿科病患不断 现在正是病毒大爆发的季节 全国儿科病房有五成都是感染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而住院 基本上每个人都处于免疫负债的情况 各种病毒的抗体都没有 台中更有高档月子中心 爆出婴儿群聚感染 呼吸道融合病毒 婴儿室有七八位小宝宝陆续中标 9月10号到9月21号 陆续有婴儿出现咳嗽 流鼻水等上呼吸道症状 可怕的是不止这种病毒 现在流感 负流感 腺病毒 肠病毒 也正大流行 烤肉没有烤熟 或者是有一些海鲜没有煮熟 肠胃炎的病例应该也会增加 此外中秋烤肉大吃大喝 腹泻就一人刺 还恐攀升到今年高峰 不过仍旧有许多民众不担心 放胆吃起来 我吃都不会拉肚子那种 肠胃不好还是会拉 有营养师就说 要是吃到不新鲜的食物或暴饮暴食 就可能感染细菌性肠胃炎 发烧持续两到三天 一天更可能拉肚子三次以上 还恐伴随呕吐 而若是病毒型肠胃炎 像诺罗病毒 腺病毒 轮状病毒等等 也都会有类似症状 解封后第一个拿掉口罩的中秋节 病毒大入侵 要慎防病从口入 勤洗手 若真的肠胃不适 除了就医也可以吃纸蟹的水果 像苹果 香蕉等等 千万避免高糖及刺激食物 避免加重病症 记者王俊杰 王上涵 台中猜访报道